近日,中国女排前助理教练安家杰的一席话在社交媒体上激起了千整两 这位成与传奇教练郎平并肩作战的助教 在采访中豪言壮志地表示 中国女排将在巴黎奥运会上斩护奖牌 其言一出,立即引发了球迷们的热烈讨论和期待 安家杰的这番话,犹如一股清新的风 吹散了球迷们心中的阴霾 在近年来,中国女排成绩起伏不定的背景下 她的豪言壮志无疑为球迷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动力 作为郎平的得力助手 安家杰对女排的运作和战术有着深入的了解 她的乐观预期也似乎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然而,与此同时,球迷们并没有盲目乐观 他们深知,现在的中国女排正处于一个转型期 面临着诸多挑战 尤其是当前主教练蔡斌的指教方式 引发了球迷们的广泛记忆 蔡斌似乎认为,凭借现有的阵容 中国女排就能够顺利进入巴黎奥运会并夺取奖牌 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看看我们的人员佩计 主力球员长期征战 伤命不断 而其他球员也因技战术的曲线 难以发挥真正的实力 这种主力用到是伤的伤,病的病的情况 让人不禁为中国女排的未来捏了一把汗 其外,蔡斌在用人和训练方面的表现也备受争议 她过于依赖一套固定的阵容和打法 缺乏足够的变通和创新 在面对不同的对手和比赛环境时 这种固执的战术往往会让球队陷入被动 与郎平教练相比 蔡斌在换言 用人和训练水平上的差距显而易见 因此 尽管安家杰的豪言壮技让人夜靴沸腾 但球迷们却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现在谈论多百还会使过早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首先要解决的是 如何拿到巴黎奥运会的参赛机格 只有在确保进入奥运会的前提下 我们才能进一步谈论讲白的问题 所以 不要急着说多百了 蔡斌教练 请先带领球队稳定发挥 争取早意达到奥运资格再说吧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为中国女排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让她们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 展现出真正的实力和风采 总之 安家杰的豪言壮志 为球迷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期待 但我们也知道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真正的挑战和机遇 还在前方等待着中国女排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她们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 为她们加油助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